那今天沒有特殊死亡個案 另有三例的兒童重症均為MISC 不少小朋友沒打疫苗 沒有保護力還是染疫後的高風險群 這三例年紀從2到11歲 較小的兩個小朋友都沒打過疫苗 也沒有慢性病史 4歲女童一度懷疑是泌尿到感染 經檢查發現發炎指數升高 兩位治療後病況都好轉 先後出院 倒是11歲男童目前還在治療 這位MISC男童她打過兩劑的疫苗 而她本身也有心臟半膜相關的疾病 而她在7月中的時候確診 8月初陸續出現了發燒紅疹等症狀 而她現在也已經在醫學中心治療 小男孩持續和病魔奮戰 但也有人在對抗後人不幸允命 死亡個案51例似乎已經難以下降 雖然沒有青少年兒童案例 但最年輕的是40多歲的一對男女 兩人都有相關疾病 癌著這例死因除了肺炎 還有肝硬化自發性細菌附膜炎 疫情下最樂見的就是確診數往下降 週末再見跌到兩萬例以下 今天新增的病例數較昨天少約1800例 那下降8.5% 較上週也少了約1500例 下降了7.1% 個案數仍是萬萬例 還有六縣市每天都破千 加上BA.5的虎視單單 國人人不得不防 TVB新聞王欣唐無宣童 泰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